继续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刚刚过去的周日 前总统川普发表了异常大胆的讲话 称他计划指挥大部分联邦执法部门 以军事化美国南部边境 仅在一天之前 他因极端言论而受到批评 该言论被拜登竞选团队 斥围模仿希特勒 在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 致力于党团会议集会之上 川普花了很多时间关注移民和边境问题 在联名班的欢呼声当中 川普称美墨边境从未如此坚固 直到拜登入侵我们的国家 这就像一场军事入侵 川普说到就像三年前一样 入侵将结束 在这场集会的24小时之前 川普告诉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 非法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 他近日频繁使用这种说法 不仅在Truth Social上的后续帖子当中 重复了这句话 在9月份的一次采访当中 也引用了这句话 这些言论遭到拜登竞选团队的迅速批评 称川普是在模仿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在1925年的宣言 我的奋斗当中 曾使用血液中毒一词 然而川普似乎对这些批评并不在意 他于周日概述了他的移民计划 川普说到考虑到数以百万计的 拜登非法移民正在入侵我们的国家 当我再次当选时我们将开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我们别无选择 川普随即宣布在我回到白宫的第一天 我将终止拜登政府的每一项开放边境政策 我将援引外国敌人法 从美国清除所有已知或可疑的帮派成员 独判或者是卡特尔成员 一劳永逸的结束非法移民帮派暴力的祸根 川普的言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攻击 他最近的演讲被一些批评者视为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他重申了以往的说法 即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移民正在威胁美国的安全 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 威地马拉和中国 都在周日被提及的名单之列 川普还确认将恢复并扩大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并对那些想要进入该国的人 进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筛查 谢谢大家 我们接触